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四的全日总结 今个环节请来Stanley 座底的嘉宾 Stanley 你好 首先跟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收市表现 内地股市跌近1%至2% 上证指数收市报3446点 跌33点 跌幅近1% 跌至半个月低位 而深证城市收市报10864点 跌295点 而创意板指数收市报1697点 跌37点 跌幅超过2% 而今日两市大约有220只股份跌停板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 恒新指数全日收报32642点 跌245点 国企指数跌127点 收市报13434点 而大市成交金额全日是1545亿元 首先和Stanley 谈谈香港股市 看到1月份恒指都升近3000点 是的 没错 今天回来有点反复 二月开局 而且看到A股表现都一样 是否在长假期 投资者都锁定了理论先 先行获利 二月份出现调整的机会 是不是都会多大呢 调整就看你视乎究竟那个幅度是多少 因为如果你问我自己 现在对于2月份 那个港股的看法 都是比较可能要拉脚 什么为止拉脚呢 因为我经常强调 其实我第一季看那个恒指是33000 那目标已经到了 到了 但是之后其实怎样走 有没有机会说真的 好像有很多坊间的人 例如看高的东西 看什么37000、38000 我又不是真的这么乐观 因为始终 其实你说恒指一月份 你只是升了一成上来的 你的幅度其实真的不是算少的 所以按道理 你说现在二月份 甚至乎在这一段时间 开始叫做环衡拉脚 叫做整固 其实是相对比较高 和相对比较健康 因为说真的 你一月份升3000 我当你二月份又升的话 升一成这样计算的话 36000 再升了一成 39000 你想想一下其实 没可能这么短时间之内 有这么大升幅 上面都是升8000 那已经升了3000 没错的 你可以说 一些不是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去计算出来 是不是 还有说是合不合理 所以你说大股市 有没有条件 有这么大的升幅 我觉得是稳一点的 第二季你预计了 可能也是 第二季本身 就比较多些假期 一些假期的 那些假期的气氛 都会令大家可能 稍微 要不辜负我们的离场 所以变成第二月份 这个月 大家的看法 又没有太过有憧憬 我们这么说 没有太过有憧憬 当然 港股的表现 都要似乎A股的状况 因为 过这两天的时间 A股的行程 都主宰着大事的去向 所以只要你说 当然A股今天就会比较差 有没有机会 再跌深一点的情况 这个真的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暂时现在还要看的话 似乎3400附近这些位置 开始有比较大的支持 所以只要你说那边 又不要有太大的下跌 你说那边的跌幅 又不会有太多 而且因为那些水 都仍是撑着那些浪人股 你知道它撑着浪人股的时间 这些是比较权重的股份 这个市场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暂时你可以以33000 作为一个参与水平 那你上来的幅度 可能是二三百点的位置 但是暂时来计 我相信大市 你说现在是不是一个转世 下跌的情况 暂时来说 我不觉得是的 但是之后就很难说 你可以这么快下定论 暂时就是了 没错 可能都要再多看一会 先看一会 好了 那说完大市之后 就和Stanley 说一下个别的股份 或者板块 首先就和Stanley 跟进一下熊岛 好 其实市场一月头的时候 都忧虑贵宾厅的 倒桌的业绩会放缓 没错 所以大行对澳门 一月份倒搜的预测范围 都挺阔的 有些看两成 有些看两成八 但是今天就公布了 一月份的博彩收获 比预期好很多 是没错 今年增长超过三成六 去到263亿元的澳门元 看到了 倒搜的趋势 就好像向好 是 来到二月 或者来到之后的日子 是否可以憧憬 会再更加理想呢 其实倒搜的数字 就是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甚至觉得 真的没怎么预过 会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很厉害 我自己初头都预计 可能有回一两成 已经叫做收货 但是三成多 你去到这个情况 如果我没有认证 没有记错 应该是过去这几年的时间 一个争取最快的日子的时候 所以按道理 对于豪岛股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情况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表现 因为你看到那边的大行 一些分析就是说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说的是中场 都分一些叫高级 高档次一些 和低档次一些 因为看他们很多 渠道的资料 就是说 高档次的中场那边 那边的表现的收入 是比较好 是比较好的 所以都试过 赌收的数字这么强劲 都不排除和这些因素有些关系 不过就是 豪岛股今天那边 又不算特别 做得比较好 你看到股价 那个升幅又不算太大 当然有些消息 是否市场预计之内 一定不是 大家没有预计有这么好的 但问题就是说 这个数据能不能延续多 可能下个月 甚至乎 再之后的情况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戒心 因为始终这个赌收的数字 对于我来说 真的太强了 所以按道理 我都会再观察一下 究竟在资料的时间 该的数字 是不是真的 保持得到 这么好的表现的时候 才再部署都未迟 还有就是说 因为现在豪岛股 本身都有比较多的 相对比较负面的消息 就是之前有 美工媒国赌场 有延迟开幕 又泳理 所以大家对这个版法 可能有少许的戒心 虽然那些事件 其实对于公司 这些影响是大的 但是行业本身 又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这些小刀 对于大家的投资信心 是有些影响的 所以暂时来计 我都觉得 如果大家未有货 这些位置 不如考虑一下 再观望一下 Stanley 都建议观望一下 如果真的要减 或者要留意 我未必现在买 Stanley 如果要留意 会不会都可以选银鱼呢 因为其实大和姐也有 出了一些报告 都说对豪赌股 看法是正面的 他就说 偏向银仔有较多业务 还有高端消费的赌场 比如首先 就会选银鱼 金沙 永里 不过其实银鱼 上年已经升了8.8% 是很夸张的 今年回来都升了 差不多9% 现在还值不值得 看到今天也创过52周新高 最高就见过70.7% 现在收市就报69.8% 就升了5%. 你会觉得如果银鱼 可以怎样看呢 如果想抠它 买入价 应该多少 目标又可以看多少 似乎现在真的要选豪赌板块 都是选它 都是选它 是 都选它 因为你想回头 现在很多的豪赌股 都有些比较负面的消息 永里也是 美高梅也是 金沙其实没什么 但问题是轮哥业势的表现 金沙又擒上银鱼 所以似乎你说银鱼 也会变成不易之选 而且工商今天都要反而偏远 是的 你觉得银鱼做得比较好的 所以按道理 如果要追货的话 银鱼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还有论到基本面 去看这些赌股 这个银鱼也是比较好的一只 所以按道理 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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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货也不需要 但问题是 看看有没有机会 避免回头的时间 假设 现价去计 可能回省大概是4至5元左右 例如回省大概 65元之下 这些位置的时候 都不妨可以再部署一下 但现在这些位置不吸引 所以没卖 好 那也报一报 跟大家讲一下 先看见到今天 豪赌股 就说个别发展 新豪国际收市 就是23.65元 就升了1毫 而奥博控股收市 就是7.95元 就升近1.7% 至于金沙公中国 就表现偏远 就跌近1% 收到45.25元 另外 都和Stanley说了个别股份 就是中兴通讯763 看到他的消息出来 就说计划非公开发行A股 不超过6.878万股 集资不超过130亿元人民币 所得到的资金 就会用在5G的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 但见到受消息影响了 中兴通讯A股今天手压 收市也跌停了 也跌近7% 收市是26.55元 都问Stanley 虽然他具体的发行价格 就未知 但中兴通讯就说 不存在大幅折扬 是不是投资者都可以放心 继续可以持续持续 不用想太多呢 先讲这件事 先讲消息 公司有个这么大规模 叫做发生股的行动 其实是比较上是利胆的 虽然股价 或者配售的价格 不会大幅折扬 这个情况 但始终是比较负面的 而且中兴本身 你看之前 其实他都好像处于 一个正现金的状态 他其实不是很等钱用的 所以你这样做 其实是有些令市场 有点磨不着头脑 会不会呢 会的 是否称高又抽水 这个大家是有些 比较负面一些的想法 当然 如果讲到5G 和5G的前景 我都是乐观的 因为其实5G 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就是说 很多的设备箱 其实是会很受惠的 因为5G 其实你的概念 就是说 可能很多的装置 要安装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很近 不是很远 比较量 是会用很多的 所以我经常都说 如果你本身 做5G 的话 一些的燃运箱 本身是大件事 因为你的资本开始会很厉害 但是相反 做设备那一堆 其实是OK的 所以中兴这些 甚至乎你可以说 H&B干线那些 那个前景是理想 是挺乐观的 但只不过就是说 股价似乎 已经是一早走 才上来 因为5G 大家都听了很久 但如果真的做 是有个 制息定案的话 都是今年的事 你去到商用的话 最快 多拿19年 甚至乎 2020年的时间 才做到这一步 所以你说5G 这么快要先炒 其实我一直都指了 本来的意见 你看到10大推介股里面 这一只有份 但都没记得大家买 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你本身说 是没有货的 其实现在这些位置 不妨再等等 而且它的业绩 其实出来 应该不是对版 就是比较差一点 公司上年第三季的时间 其实那个表现 都已经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我努力 全年的事 就是上年份业绩 表现应该都不行 大家应该可能会不收货 所以按道理 又不需要这么急买去 还有就是说 可能很多个业绩 最后时间过去买的时候 才有部署都未遲 急 Stanley 我想问多一句 因为有传 美国那边 就会自己建一个5G 是的 没错 大家都担心 可能影响到中兴的发展 即5G级路 其实这件事对它影响 大不大呢 是否都一个很利淡的因素 或者长远来计 大家都要小心这个案 中善一点 因为你可以说 其实每个国家 本身都真的 对于一些叫做电讯的产业 是很敏感的 因为都可能有些 怕会涉听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所以当然 这次美国 他想着这样做 其实是完全明白的 因为完全都可以说 合乎过程 合乎过程 但是你说 对中兴的影响是否很大呢 因为你要想回 内地方面 如果做5G的时间 其实那个市场的 发展空间都是很大的 我是反而担心到时 中兴做不完 因为一定很厉害 但是两边的影响 反而不够 到时那个双景气会很厉害 就是没有一中兴的 你好像华为 特别说没有上市 Termill Gang 签的那些 其实是OK的 但只不过就是 现在这一刻来说 其实还会主要一个 叫做港的阶段 就是一个清淡的阶段 所以它的股价 其实一早已经升了上来 所以先跟大家说 就是不要追这些股份 但是到这些股份 没有的 考虑下面有货 再观谈一下 都入市的时间 我会和大家说 我都会留意着 没错 密切留意着 接着就和Stanley 说到个别的股份 就是广气集团22300 看到A股今天就说 突然之间直线下跌 事关于今早10点钟的时候 就有些大手的股盆 成交额超过1亿6千万 有消息就说 可能是和一些资管产品强行行仓有关 没错 Stanley 你又怎样看呢 大家拿着货币 不用怕一怕 还是不需要怕呢 纯粹先以这一件消息 资管产品的消息 其实是一些叫做一次性的 但问题是 这个的影响 可能会比较上 是一些不是那么短期 可以消化得到 是 因为这些的可能是 这些产品 本身你可能要 我们要退货出来 要斩仓 所以有机会 可能会不断退出 所以对我的股价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但如果你是以香港本业去看的话 我也是那句 我们的房地产 汽车版快 我都是看淡的 因为始终今年的竞争 我觉得是会比较大 还有真是 所以大问题就是 你可能 预往的时间 大家期望就是 产品的升级 可能会令到 一些车的模拟 有些比较好的改善 但是现在看下去的话 帮助都真的不大 但反而怕就是 可能再重演一些 价格战的情况 所以变成现在有货 我都会建议 但又要走 因为始终内地汽车的板块 这个前景看法 对于我来说 不是那么正面 所以有货 也会尽早减少会比较好 好啊 看到广汽集团 全日收报17元 跌超过4% 其他汽车股 譬如吉利汽车175 全日收报24.5 跌超过2% 而长盛 汽车收报9.4 跌超过1.5% 而华晨中国收报19.74 亦跌1.3% 好啊 谢谢Stanley的分析 以及解答了我感到的问题 好了 到跟你申报 刚才提过的估讯 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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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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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